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可以开始制作 实践我们的剪纸了 同学们把这张纸我们再折叠一下 然后再折叠一下 好 折叠两次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边缘都裁下来 边和边都要对齐 边边都要对齐 然后把它裁下来 你会发现有四张剪纸 好 这时候呢 我们把这张纸这样对折 变成一个 我们要把它变成一个正方形 所以这样对折 边缘要对齐 边缘要对齐 我们需要正方形的纸 正方形的纸 对折一次 然后再把上面这个部分 再对折 这样对折 然后最后一步 我们需要把侧面的这个边剪下来 这个纸就要剪掉的 红色部分要把它剪掉的 把红色部分剪下来 如果按照刚才的方法做对的话 会有两个收获 得到了一个长方形的纸 还有一个正方形的纸 得到了两个 对 我们把这个四张纸都要裁成正方形 然后裁成正方形 然后最后一张大的剪纸 我们现在也可以把它进行加工一下 也是这样 把它折叠变成一个正方形 以后我们还需要用下面的部分 再创作一张 所以这样 折叠 也把它剪成一个正方形 我们在用这个纸的时候 有个密集 同学们看看你们的手 现在红没红 如果红的话要注意 我们在折的时候 不要用这个面折把它翻过来 这样会好一点 但是不用担心 用水一洗它就消失了 好 没问题了 我们来找一个小一点的长方形的纸 我们第一个剪纸叫一折剪纸 又叫对折剪纸 就是把一张纸 整整齐齐的对折重叠 这样对齐的重叠的 叠一下 就折了一次 就折了一次 叫一折剪纸 树的 一折剪纸 要把这个红的对在里面 要不这个红颜色会沾上你的手 把它对在里面 好 这个时候呢 左面是打不开的这一面 对不对 打不开的 右面是能打开的 左手边是打不开的 我们第一个先实验一下 剪一个枫叶 树叶 这个呢 蓝色的部分是我们要剪掉的 黑色的部分呢 是我们要留下的 我们剪的时候呢 直接剪外轮廓就可以 可以试一下一个叶子 这个外面呢 是一些小的锯齿 刚才我们讲的狗牙形 是不是 就可以把它放在图形的外侧 当作一个装饰品 装饰 对 左面呢 是打不开的这一面 放在你的左手边 右面是能打开的 然后呢 我们按照这个图案 把黑色的部分留下 我们剪 剪蓝色的 这个边缘线 按照这个边缘线 把这个叶子的轮廓剪下来 有同学剪完了 非常棒 好 几乎没有难度 同学们剪得都非常好 好 准备一个边 这个边是长方形的 长方形 这次呢 我们要剪红双喜了 大家已经期待很久了吧 是不是 然后我们把这个长方形的纸 折两次 第一次 折叠 对齐 边缘要对齐 折叠 第二次 再把左手边这个面 再向右 再折一次 变成了 长方形 对不对 我再来一遍啊 长方形的纸 对折两次啊 第一次 边缘对齐 折叠 把旁边按时 第二次 再把左手边 再折过来 变成个长方形 变成这样 左手边是打不开的这一面 右面呢 是能打开的 能打开的这一面 一定要注意方向不要错 左面是打不开的 如果你是放在右面 那就错误了 你剪的时候 这就不变成双喜了 变成两个单独的喜 掉下来了 这个时候呢 我要讲一讲啊 我们有几个地方 不能剪 这个是一个喜欢的喜 一半 所以我们打开之后是 乘以四 它就变成两个喜 这个角 这个边 和这个上面的两个边 不要剪 就是说这个边缘 不能碰它 也不能剪它 如果你把这个三个边都剪了 碰了 那可能它们就不相连了 换句话说 打开之后 完全是靠这三个条条 支撑着它们之间的连接的关系 所以只要不剪它 你就成功了 这三个 这个时候呢 我们剪也是很简单的 只剪蓝色部分 这个蓝色的 这个蓝色的都要剪掉 留黑的就可以了 不是很难 可以尝试一下 这样 对折两次 一次 对齐 然后再折一次 两次 左面是打不开的 这一面 方向不要错 左面是打不开的 同学们可以试试 看看你能不能 剪出一个红双喜 代表你未来的幸福 是不是 别剪错了 看看谁能把两个红双喜 剪成两个单喜 看看 对右面的这三个 不要剪 这个边缘不要剪 剩下都可以剪 喜欢的喜汉字 有两个口 对不对 所以左侧的两个 镂空的方块 它就是两个口的形状 对不对 右面呢 就是我们喜欢的 喜右半部分的 汉字的一个图示 好 下一个呢 我们需要长一点的纸 这回呢 我们试试三折的 把我们刚才最长的 最大的那张拿出来 有一张 这回折叠三次 和刚才的方法 红双喜折叠方法 是一样的 只会折了三次 对的 是横着折 横着折 这样啊 我们把它对折三次 第一次 然后第二次 再对折 两次了哈 第三折三次 第三折三次 变成又细又长的 同样啊 左面是打不开的 这一面 右面是能打开的啊 不难 折三次 这个是你的 然后这个也是啊 这个是一个花篮 花篮里有三个桃子 这个右面 千万不要碰这个边缘线 就是这个线 不要剪断 剪断它就不连着了 我们打开之后 它们是连着的 一个花篮 连着一个花篮 它们是连着的 所以一定不要剪 剪断这里啊 要剪断 它就变成分散的了啊 然后同学们 可以猜想一下 如果你折了三次 剪了这个花篮 它会出现几个呢 打开之后 考考你啊 这个叫四连 看一看啊 正方形的纸 然后对折一次 变成一个长方形 长方形 对 同学们做对了啊 把红颜色的放在里面 要不它会 是不是 对 它会粘手 对 然后再叠一次 变成一个小的正方形 再叠一次 变成一个小的正方形 对 做对了啊 嗯 没错 这样 小的正方形 下一步是关键啊 方向不能错 你看有一个打不开的这一面 对不对 还有两个打不开的这一面 它们两个要折在一起 啊 这个是关键 如果是 不是这个三个折在一起 那不错了 剪了的时候 打开之后 它完全就是变更不完 再来一遍啊 长方形的纸 对折一次 变成一个 正方形变成一个长方形 再对折一次 变成一个小的三角形 正方形 这个时候呢 这个左侧呢 是打不开的 右下角是两个打不开的 完全不要错 这个两个边 边呢 互相折叠在一起 变成了一个三角形 嗯 嗯 检查一下啊 是不是打开之后 是三个打不开的 在一起呢 对 对了 对了 是的 非常好 对对对 这是关键 啊 圣灵的地面都在黑板上 需要 创作一个 窗花 这是个花 这个是蓝色是要剪掉的 蓝色是要剪掉的 然后方向呢 是右面是打不开的 放在右面 这样一个方向 三角形 嗯 嗯 没有问题 可以了 这个非常简单 但是打开非常好看 能画吗 然后剪的时候 先剪里 再剪外 比如说它这里面 它在中心 我们可以先剪它 把里面的镂空 再拌入 对对对 这样 为什么这样做呢 想想啊 最后我们留的是黑色部分 如果你 捏着黑色部分 会破坏你的画面 所以呢 可以先捏着蓝色部分 剪里面小的 这样可能会破坏你黑色的部分 主体部分 是不是自己试镜了 剪得太棒了 嗯 你说我应该在哪儿吗 就说 对 就那位 在这儿里 想说 老师讲下 也会这样 行 行 也就五分钟吧 现在剪得差不多了 太棒了 大家剪得都非常好啊 真让人吃惊 非常棒 是不是 好看 好 最后一个是六折剪纸 我来演示一下 最大的啊 对 先做成一个三角形 这时候呢 再折叠一次 变成了一个小三角形 六折剪纸啊 然后 再把它打开 把它打开 我们这时候找到了一个中心点 对不对 这个中心点 就是左和右都是平等的 对相等的 对不对 中心点 我们以这个中心点为周心 把左面和右面这两个边折过来 折到什么位置呢 像我这样啊 六十度 六十度 我们检验一下 边缘对齐就可以 对不对 看边缘对齐了吗 左边和右边都是对齐的 是这样折啊 看看 是折过来 这样折过来 你可以看这里啊 做同学们再看一眼 我再演示一遍 看看啊 左面折过来 右面按照下面的这个中心点 再折过来 两个耳朵对齐到边缘 这样就做对了 最后一步我们再折叠 边缘倒是对齐的啊 然后就做对了啊 我们把上面的两个小耳朵剪掉 既然不要剪太大啊 剪太大会影响你下面创作的面积了 我们检查一下 你看这里面都是对齐的 就没有问题了啊 这里面都对齐了 没有问题了啊 看看里面是否有对齐 都对齐就没有错误啊 看一看 剪完之后 这样打开看看里面啊 对打开看看里面 然后这一张呢 我们可以自由创作 比如说你看这上面的边缘 你可以换成波浪线 里面可以 这不是半圆 你可以变成一个曲线 都可以啊 自己自由发挥 可以自由发挥 好 大家好 我叫王毅 来自南苏丹 今天我很高兴来这里学习 一个中国的文化 对吧 来说我新闻书的学习 这个肯定能把帮助啊 能够我的作品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马海生 来自布鲁迪 今天我很高兴 我想剪几课 对于我来说这个课程很重要 今天我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美丽 这个作品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图案 这个代表他自然的美丽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叫云娜 我来自乌克兰 今天我第一次参加剑指课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谢谢老师 大家好 我叫浩子龙 我来自布鲁迪克斯坦 今天老师教我们剪指课 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希望你们喜欢我做的 好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来自乌克兰的范万荣 然后我今天做的这个作品 它代表爱情 然后你们在这儿可以感到两只手 然后他们就是逼心 然后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课 我非常的喜欢 然后我们都学院上的也很快乐 谢谢你们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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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